桃圆市集团结婚在上周七夕情人节开放报名 当天就有70对新人完成报名 但间隔至今已经一周的时间都还没报名满100对新人 相较往年开放一到两天就额满的状况冷清许多 闽政局表示有可能是受到今年一假取日较往年少的关系 间接导致新人的报名意愿降低 复苏爱 国号认真珍惜这份是爱 随着音乐以及主持人的引导 新人一一的步入礼堂 桃圆市往年的集团结婚 在开放报名的前一两天就会登记额满 但今年相较往年登记状况冷清 过了一周还没有额满 报名当天其实就有70对的新人来报名 那目前尚有余额 我们欢迎那个有医院参加的那个未婚男女 来报名参加我们的联合婚礼 美政局表示登记状况这么的不踊跃 真的是历年来的第一次 实际原因在经过多方的分析结果后发现 有可能是因为在今年的农民历上 一假取的日子比起往年少了13天 让新人觉得结婚之后 念课以及后续流程的日子不好安排 导致意愿降低 饭店业者统计就是在假日 一假取的日子可能较往年减少了13天 这个可能是一个影响的因素 因为我们桃园联合婚礼是受理 今年完成结婚登记 或者是未婚的那个男女都可以来参加 美政局提醒有医院报名的民众 其中一方必须是涉及桃园才有资格报名 今年的集团结婚报名到9月2号 只要额满就会提前截止 接着10月8号将会在开南大学举办 好,我先新闻,颜浩瑄,桃园坛报道